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VOA卫视9月24号星期三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宝申 各位好 我是宇舟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 这个星期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 本届大会聚焦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世界气候变化 以及西非的埃波拉疫情等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阐明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 有分析说美国总统的言行将主导这次会议的进程 今年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太平 美国将如何主导化解全球面对的危机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将请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进行详尽的分析 好 首先请李一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 一华 好的 谢谢宝申和宇舟 新闻首先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 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 奥巴马在讲话中将强调建立一个国际联盟 打击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了大片地区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与此同时 美国领导的联盟织织星期二 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标之后 星期三再次进行空袭 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海军少将说 星期三的空袭目标是武装分子用来将物资越界运至伊拉克的一个地方 另一方面 西方主要国家对中国以分裂国家罪 重判一名知名维吾尔学者提出批评 中国新疆一个法庭 星期二判处经济学教授伊利哈姆·土赫提无奇徒刑 伊利哈姆不赞同中国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 各界对伊利哈姆·土赫提的判决被认为过于严厉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 美国对这次的判决深感不安 克里说 禁止伊利哈姆·土赫提等和平异议人士发表意见 只能加剧新疆的紧张局势 最近几个月 新疆的骚乱已经导致数百人丧生 白宫官员也表示 他们深切关注伊利哈姆被判刑一事 他们称伊利哈姆是一位受尊重的教授 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弥合维吾尔人和汉人之间的分歧 欧盟发表声明 对欧盟称之为完全不公正的判决表示遗憾 声明说 北京没有遵守正当的法律程序 欧盟也敦促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伊利哈姆·土赫提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敦促世界各国做出更大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为期一天的气候峰会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这是近年来有关全球气候问题的级别最高的国际会议 奥巴马总统表示 气候变化已经构成越来越大的紧迫威胁 我们的努力赶不上气候变化的速度 警钟正在不断响起 奥巴马总统还说 美国森林大火的季节越来越长 各种灾难天气不断出现 平均气温不断升高等 都是大气变化的现象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奥巴马总统指出 在降低污染方面 美国领先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 他希望其他国家也能更上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奥巴马总统在新亲爱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中国 我会晤了中国副总理张高丽 再次强调 美中两国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 我们在发挥领导作用方面 负有特殊责任 作为大国 这是义不容辞的 中国方面表示 中国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 在奥巴马演讲后 中国副总理张高丽也走上讲坛发表讲话 行动目标 碳排放的强度 要显著下降 灰化石人员的 比重 要显著提高 森林的数据量 要显著增加 努力争取 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 尽早 达到 峰值 张高丽另一方面也暗示说 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应该比对发达国家更宽松 再次脱险的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仍存在很大分歧 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环境保护方面的很多限制不利于经济增长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新闻最后 约旦一个法庭星期三判处激进的宣教者卡塔达2000年在纽约阴谋攻击游客的罪名不成立 法庭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卡塔达 他随后被释放 今年6月 一个法庭在另一个案子中判卡塔达无罪 卡塔达当时被控阴谋 对安曼的美国学校实施恐怖攻击 卡塔达曾经在1999年被缺席审判定罪 并被判无期徒刑 但去年他被从英国引渡回约旦后接受再次审判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 接下来请您收席一下 稍后继续收看由宝生和宇舟主持的时事大家谈 稍后继续视频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 这个星期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 拉开帷幕 本阶大会将聚焦 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西非严重的埃博拉疫情 以及世界气候变化等内容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稍晚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阐明美国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 他也将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商讨国际社会如何削弱 并最终铲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这也是美国总统自2009年以来 首次主持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 有分析说 美国总统的言行将导致会议进程 那么今年的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太平 美国将如何主导化解全球面对的危机 在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我们将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 一位是资深社会学专家 关小夏博士 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 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斌 我们欢迎三位 我们一起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 观众和网友朋友拨打电话 参加节目讨论 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这个电话是免费的 400120-0551 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 都请您拨打电话 提出您的问题 同时也发表您的意见 刚才我们谈到 美国总统奥巴马 今天下午将主持召开 联合国安理会 如何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 这么一个会议 我们知道这次会议是在美国 及其阿拉伯盟国 向伊斯兰国组织目标 发动空袭之后的两天 来主持召开这次会议的 美国同时还向叙利亚境内的 另一个恐怖组织 发动了袭击 美国政府认为 这些组织对西方构成了威胁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有关这次空袭的详织报道 美国海军军舰 在战斗机掩护下 向预定目标 发射托马霍克导弹 五个海湾国家 沙特 约旦 卡塔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 加入了袭击伊斯兰国的 空袭行动 奥巴马总统赞扬了 盟国舰的合作 中东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决心于伊斯兰国决裂 为了这一地区和全世界 应有的和平与安全 挺身而出 美国袭击了叙利亚北部城市 拉卡的伊斯兰国指挥中心 训练营以及通讯中心 美国还袭击了一个基地组织 分支机构克拉桑 美国政府表示 这个恐怖组织正筹划 向西方发动袭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想请我们美国之音 驻纽约的记者方斌 他同时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联合国的记者方斌 来介绍一下 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稍后大约是在今天早上 十点钟在讲话中 对于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以及今天下午 他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同样议题的会议的时候 将会提出哪些主要的想法 哪些议题 方斌 奥巴马总统 过一会儿就要在联大的 一般议题中发言 那么可以预计他的重点 就是要这个面对这个 将近两百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吧 就是呼吁他们 这个告诉他们 要建立一个国际联盟 来打击伊斯兰国的这个恐怖组织 这告诉他们 打击建立这样一个国际联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那么下午在这个安理会主持 这个奥巴马主持这个安理会要通过的这个决议呢 这个决议的内容呢 主要是要切断恐怖组织 从世界各国招募战斗员的这么样的一个通道 也就是说他要 这是一个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这个安理会的决议 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来制定的 那么预计呢 这个会得到通过 那个美国那个国家安全 顾问赛斯女士已经说了 这个不会有这个否决票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五大常任理事国 包括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都不会否决 那么这项决议的重要性在于 他要这个建立一种国际标准 在各个国家建立一个国际标准 就是说来防止和遏制恐怖组织 招募这个外国的人员 同时呢也禁止他们返回或者途经这些国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如果这个这个决议案通过以后呢 各国就要相应的采取自己的立法 来禁止这个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因为这个组织 他的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从世界各国来的 好 是 好 刚才我们接到最新消息呢 今天的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呢是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 要在会上发表讲话 然后潘基文之后 还有本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发表讲话 接下来是巴西的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 大约是在今天早上十点钟左右 奥巴马总统将代表美国发表讲话 现在您在电视镜头上看到的 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 在今天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情形 等一会儿呢 如果有重要的内容 我们会及时为您插播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美国之音 使大家谈第一个话题 美国和阿拉伯盟国以及国际社会 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这么一个讨论 那么保持呢 我们在这个问问题之前呢 还想再介绍一下 就是说 对于这个伊斯兰国组织 它的背景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因为美国呢 在阿拉伯地区的五个盟友呢 在9月22号晚上 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进行了空中打击 我们来看一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 是怎么样的组织 它为什么对全球构成了威胁 我们来看报道 伊斯兰国的全称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消息 该组织目前有三万多名武装人员 这些武装人员的主要来源 是中东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 很多是当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底下的军人 萨达姆被推翻后 美国解散了伊拉克军队 不少人便加入了反对新政府的武装 在反政府武装中出现了一个号称 基地伊拉克分支的组织 其领导人是曾经在阿富汗参加过 塔利班的约旦人扎卡维 这个组织以极端残暴著称 大批杀害什叶派穆斯林与基督徒 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2006年 该组织袭击了伊拉克境内 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地三马拉城 清真寺的金顶被炸毁了一部分 严重地加剧了当地的教派冲突 美军也因此将该组织作为重要的打击目标 在2008和2009年的空袭行动中 基地伊拉克分支 包括扎卡维在内几个主要头目被炸死 其攻击力量被显著削弱 不过 在美军2011年撤离之后 已经改名为伊斯兰国的基地伊拉克分支迅速兴起 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 成为叙利亚众多反政府武装的一部分 同时伊斯兰国的新领袖也与基地组织的领袖 扎瓦西里闹翻 有消息说连基地组织也认为伊斯兰国的手法过于残酷 在占领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地上 伊斯兰国实行类似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原教旨主义政策 强迫什叶派信徒改信仰 妇女蒙面纱 否则就进行残酷的惩罚 甚至处死 伊斯兰国对基督教徒的手法更为残忍 今年8月 他们处决了至少数百名伊拉克的基督徒 手法包括枪决 活埋 钉十字架 斩首等等 之后 他们又通过网络将斩首两位美国记者和一位英国公益工作人员的视频传送给公众 在世界上引起了公愤 与本拉登创立的基地组织不一样的是 伊斯兰国已经开始从松散的暴力组织向国家政权形势过渡 其领袖伊布拉西自封为哈里发 也就是传统上穆斯林世界政教合一的首脑 宣称最终目的是重建阿拉伯帝国 其版图中包括欧洲 中东 北非 整个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 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 特别是有大批油田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 通过在黑市上出售石油 该组织每日能够获得至少百万美元的收入 这使得伊斯兰国成为有史以来最有钱的恐怖组织 参加该组织的人员每月有工资与租房 这也吸引了阿拉伯世界中许多失业的年轻激进分子 其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还吸引了西方世界个别的穆斯林 西方情报机构发现 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中有数百名西方国家的公民 视频上将两位美国人与一位英国人斩首的 据认为就是一位英国公民 这也大大增加了西方国家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好刚才呢我们对这个伊斯兰国基金组织这个激共的有一点稍微的介绍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龚小夏博士 就那么这一届的这个联合国大会 为什么把打击伊斯兰国基金组织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呢 这是这是反恐啊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就看到恐怖主义行动不是一个新现象 我们历来都看见很多就是传统上都有 就杀害平民的等等方式 但是恐怖主义国际化而恐怖主义全球化呢 这是已经是最近出现就在全球化背景上 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全球的问题 联合大会这么讨论它 我觉得昨天因为袭击以后 从军事行动上来说 很多分析人士说 这个这一波的袭击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重要的是有几个阿拉伯的盟国加入了这个行动 这些国家呢都是逊尼派 所以这个增加了美国这个袭击行动的一个合法性 也可以向美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来交代 就是说这些逊尼派的国家 他们也在针对这些这个逊尼派的极端组织采取行动 但是昨天我们又听说了另外的一个恐怖组织 就是美国是昨天才宣布 它这个袭击行动的时候 它是三波 然后其中的一波是针对这个叫柯拉桑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应该怎么翻 或者有的地方可能叫霍拉桑 对我来说 我是昨天才听到这个另外这个极端组织 那么这个组织呢 有点像就是人们所说的传统的这种基地组织 这种恐怖组织 它和这个 因为这个伊斯兰国是不太一样的 它是说它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伊斯兰国 所以它是更关心的是它建立它这个地盘 那么这个这个柯拉桑或者霍拉桑这个团体 它是针对美国针对西方 所以昨天美国在攻击它的时候说 美国目前就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那么在国防部的官员在做这个简报的时候 有人就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 他们没有明确的说明 但是很多人猜测说 是不是他们准备又准备像那个飞机 对像美国本土 比如说在飞机上携带这种轻便的炸弹之类的 就是它是针对西方发动起地 所以很多分析说 我们前段时间把很多的关注放在了伊斯兰国身上 其实有些忽略了这种所谓的传统性的这种基地组织 类似基地组织的这种恐怖团体 说他们可能对西方的威胁是更大的威胁 今天这个联大如果是通过的这个决议 重点刚才方斌也介绍过 是要通过一个针对这些 就是他们招募这个外国人的这种行动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们很多人在分析说 昨天这个军事行动有多么成功 我觉得看着就像那个电动游戏一样 美国那个导弹之精准 你看到那个照片 那个炸之前的照片和炸之后 那个建筑几乎没有动 他们如果针对建筑物上的一些设施的话 可以把那设施摧毁 没错 你看那照片确实这样 就是说用我们的肉眼来看 几乎那个 我看那个照片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说明美国真是展示了 它这个军事力量多么强大 而且它这个武器是多么的发达 但是我觉得还有个问题 就是说大概小夏对这个有研究 你这个产生极端主义 产生这种恐怖组织的根源 到底在哪里 这么多年了 美国从200几年 就开始打击这个恐怖组织 以及现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 对美国的中东政策 是不是会产生比较巨大的影响 不过现在我想问方兵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针对伊斯兰国的 这个打击的努力呢 是整个国际社会的 因为它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构成了威胁 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地图 就会发现涵盖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包括亚洲 中国 俄罗斯 欧洲等等 都包括在内 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说 在伊拉克已经抓获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公民 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伊斯兰国这么一个激进组织 所以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除了阿拉伯盟国以外 你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安理会 其他的成人国 特别是五个常任理事国 得到他们的支持 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和其他的极端组织方面 会取得哪些这个合作和支持 在八月份的时候 安理会已经通过了一个 通过了一个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一个决议 那个决议就是说是 对六个非常具体的伊斯兰国的头目进行制裁 也提出了就是要没收他们的财产等等 那么那个决议案 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是很不容易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拥有否决权 只要有一个不同意一否决 这个决议案就通不过 经常就是出现这个中国跟俄罗斯联手来否决西方 美英的这个决议案 但是呢我们八月份看到那个安理会的决议案呢 就是一直通过的 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对每一个国家的威胁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也听到这个赖斯女士也简报过 就是说这个已经基本上是认为是一定是可以通过的 是不会有否决的 因为对于这个中俄来说 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威胁 他们也是同样的这个担心的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在报道当中 这个披露出来就是这个的 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决议案 其中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定义 就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定义来 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获得比较广泛的支持 不要让这个决议案这个拍手补充 小夏 刚才杨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恐怖主义这么多年来形成的土壤是怎么形成的 这个问题话题恐怕太大 我们现在能不能集中谈论一下 现在美国把这个打击的目标 放在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这方面 对美国现有的中东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比如讲他空袭叙利亚境内的这个伊斯兰国目标 而且事先通知了阿萨德政府 当然没有征得他们同意 只不过是告知他们我们要进行轰炸了 那么就是美国整个中东的战略版图都会发生变化 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次美国的所谓五个盟国中参加空中打击的 没有一个最重要的盟国 埃及 也没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盟国 可是现在埃及没有参加行动 而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也没有参加行动 这两个就是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大国没有参加行动 这非常说明问题 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在伊斯兰世界实际上 现在是还没有得到一种一致性的认可的 那么找来的都是这些小国 而且是长期是美国的盟国 所以美国现在是否应该再重新考虑 它的中东如何结盟 那么这一次打击伊斯兰国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那么杨晨我想问问你 你刚才谈到了问题 就是这个激进组织是怎么样形成它的根源在哪里 那么刚才小夏也谈到美国的中东政策问题 那么我想问问您 就是说现在我们应该调 这个美国可能要考虑调整它的中东政策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激进组织它本身的产生的 也跟美国过去的这个中东政策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里头到底是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就是杨晨 对他现在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是这方的专家 应该小夏可能比我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一波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真的非常完美 从军事上来说 其实现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军事分析人士 还有这个学者都在问说 那你下面应该怎么办 你这个你炸它可以 这个非常容易 说其实你看英国的前首相布莱尔就说 他说你要消灭这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 你光靠轰炸是不能奏效的 你必须是地面和空中一起来行动 谁来地面去打 我想问你的问题 现在由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非常残酷地杀害了两个美国公民 两个美国的记者 所以美国民众对于打击伊斯兰国的这种意见基本上一致的 但是就像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空袭以后 三波四波以后美国会不会卷入地面战争 对 这现在就是你看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说 我们知道他们在休会之前匆忙地通过了这个政府开支法案里面 就包括武装这个伊斯兰的温和派的反对力量 那我记得这个贝纳议长说了一句话 就说我们是美国现在不准备 但是他觉得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计划还不够 原来他们是批评奥巴马政府说你连一个策略都没有 现在觉得你有了策略 但是这个策略走得不够远 那这个贝纳也说了 他说那你说不派美国的地面部队 就国会当然也支持这个决定 他说英文里就说这个boots 说你必须有鞋子在地面上 他说我们不派 我们不把我们的鞋子放在地面上 但是必须地有一些鞋子在地面上 那么让谁去 现在就说你武装这个伊斯兰反政府力量 武装谁呢 那美国原来支持的一些反政府力量 可能最后发现他们的这个在军事上 真的是不是说一塌糊涂 至少现在还不能说承担起这个重任 所以现在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再回到就说 这很多他们招募这个外国人员 我觉得至少从据说有两千多个西方人 在这个伊斯兰国这武装力量里面 其中相当有一部分人 我觉得他们本来可能就是 虽然是美国公民或者是英国公民 可能他们本来的这个就是伊斯兰国 来自国 来自那些阿拉伯的国家 这也牵涉到一个你在你的本国 比如说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国家 就是怎么样这个种族的融合的问题 在结束这个话一讨论之前 我想问小夏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人批评美国的中东政策 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非常实用的 或者是急功近利的 当他们需要推翻一个独裁政权的时候 就会把那些反政府的力量武装起来 而过了几年之后 这些反政府的力量又会调转头来 反对美国和西方 甚至比那些独裁政府所构成的威胁更了大 现在也是一样 你说美国在武装叙利亚境内一些 比较温和的反政府武装 那么将来这些武装 它的针对目标又会是什么呢 有可能 现在这里头就很有趣 去年奥巴马曾经说要打击阿萨德 当时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一部分 现在加入伊斯兰国 也是在美国援助对象之中的 我们都知道当初基地组织 本拉登也在援助对象 而现在美国说我们出不出地面部队 说不出 让谁当地面部队 让我们的中东盟国当地面部队 你知道这个中东盟国怎么样 美国在伊拉克训练了这么多军队 这个军队在伊斯兰国很少的力量打击之下 他们就形容说跟奶油的一样就化掉了 甚至他们几百人被俘以后 就被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 就地政法那种非常残酷的 这个就让我想起当初什么 美国支持国民党的时候 支持共产党 其实在某种历史循环意义上说 这是有点相似的 不过是现在把这个问题更加国际化而来 所以你要看的伊斯兰国 就是他们这种残暴行动 共产党当初也干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 这个关于怎么样打击伊斯兰国 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这个话题很大 我们今后还会陆续地来商谈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VOA卫视时时大家谈 我们现在结束对第一个话题 国际社会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讨论 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 联合国如何应战全球气候变化 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时大谈主持人黄耀义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时大谈将在机器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V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时大谈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有问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好 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时大谈谈节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刚才发表讲话 强调落实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决议 以及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 联合国昨天举行全球气候变化峰会 各国领袖正要出席了会议 并且承诺和气候变化作斗争 奥巴马总统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也表示 要在国内国际发挥领导作用 全球气候变化是否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呢 国际社会应当怎样联手对抗气候变化呢 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讨论 参加这一话题讨论的嘉宾 您仍然是资深社会学专家 龙小夏博士 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 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 驻纽约和联合国记者方斌 我们欢迎三位继续参加节目讨论 同时也欢迎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 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再说一遍 400-120-0551 我们知道 联合国呢 昨天举行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峰会 奥巴马总统也代表美国政府 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当中谈到 对抗全球气候变化 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首要的挑战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奥巴马总统 是怎么讲的 气候变化对于下一个世纪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将比任何全球性的威胁 包括恐怖主义 政治动荡 不平等 以及疾病等 都还要来得巨大 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倖免于 气候变化的伤害性影响 我们不能够留给我们的孩子 以及后代子孙 一个他们无力修复的未来 好的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再问纽约的这个方斌 那么我们知道在纽约的 这个人们举行了一次 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游行 那么这个游行究竟传递了怎样的信息呢 这游行可以说 他们号称是这个 纽约最大的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气候 气候的这个大游行 那么 我觉得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呼声 就是要求各国政府 你得切实的采取行动 来应对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 因为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 不是一个国家能够 这个采取措施来支持的 而且呢 还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呢 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呢 始终存在着 抱着这个怀疑的态度 因为这个气候 对抗气候变化减少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各个国家从1992年联合国制定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框架公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 实在的来说呢 这个污染的程度是越来越加快 所以这种威胁啊 这个让这个老百姓也是感觉到就是政府必须采取行动 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也好 从这个潘基文这个秘书长也好 他们也都感觉到就是从政府的层面来推动啊阻力太大 所以他们也是有意的希望就是发动群众 来这个让群众发出呼声 来推动政府的行动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纽约大游行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民意和这个政府异地院之间的一种落差 是 方斌 我昨天听了你在第一小时的连线报道 以前谈到联合国负责气候变化的官员认为呢 现在全球变化 这个气候变化确实是已经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不归之路了 如果不扭转这种趋势的话 在今后若干年 如果全球气温再提高三到四摄氏度的话 那它所造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就是在这个气候峰会开幕前一天 英国有两个大学的这个研究科学家就发表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就是他们的数据显示 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类向大气层里面排放的这个二氧化碳 总量达到这个危及人类的极限 这个总量我们把它比作一的话 现在人类投放进排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 已经是达到了三分之二的水平 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 还在持续 尤其是这个发展中国家 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快 像中国啊印度啊这些国家 那么如果这种排放的比率速度不改变 或者不放缓的话 还有三十年 那么三十年以后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地球的温度会上升 两个摄氏度以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所谓什么冰川化解啊 然后这个气温变化无常啊 洪水啊什么 这所有这一切就都会发生 很多太平洋的小国可能就淹没了 是 小夏 关于这个气候变化 或者说全球气温变暖 这么一个话题 现在是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还是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 现在我就我来扮演一下就是反方角色 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十年以前戈尔有一部很有名的影片 就是叫做这影片中文意义着什么 反正在影片里他就说 他就说啊十年以后北极就没有冰了 现在十年以后大家就发现 北极不但没有冰 不但还有冰 而且冰还多了一点 所以这是 第二个呢就是说 如果从统计数字上看 人类活动排放出的大氧化碳的数量 是火山活动 整个地球火山活动的3% 也就是说地球上只要爆发一座火山 立马你减什么都没用了 这第三个呢 人类活动对地球二氧化碳这个影响最大的和放射影响最大的呢 是太阳黑子 这是我们没法控制的 那最后有一个问题 现在他们很有意思就是将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等同起来 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污染 空气污染 第一是硫磺 硫污染 是各种各样 就是汽车废弃 这个不是二氧化碳的问题 是一氧化碳的问题 是不是 那么还有呢 就是水污染 水汞污染 这等等 这种各种污染 如果现在就是说 我经常我有一个感觉是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更多是个富人的议题 而不是穷人的议题 对于穷人来说影响更大的是更现实的那些污染 也就是说你的水不能喝了 那二氧化碳不是会造成水不能喝的 也或者就是说你空气不能呼吸了 不是二氧化碳多了 是一氧化碳多了 和硫多了 好 谢谢龚博士 那么杨诚 我想问问你 我们把这个问题 对 我们把这个问题回到美国的这个本土 就是在美国国内方面 美国的政府和国会对这个问题气体的这个排放呢 他有什么样的看法 同时他也有什么措施呢 我没想到这个小夏不但是中东问题专家 还是气候问题专家 你有那么多数据 不过有一点呢 我没有试图要反驳你 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富人的话题 这个问题因为它气候变化以后 可能对农业有影响 比如说有些地方的 有些庄稼 是不是冷的地方是热的 或者是生长的更多 但是更多的是这些更热的地方 有些作物就不能生长 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民生的问题 方斌刚才谈到 就是说在政府的这个层面上 可能有一些阻力 如果你推动这个怎么应对气候变化 其实在美国 在国会里 很多议员并不相信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些事实 而且是非常坚决的反对 对吧 这个比如英霍夫参议 就其中的一个 还有可能这个麦康奈尔什么 这当然有很多的政治的问题 所以这个阻力在美国 你推动一个政策 你必须有国会的支持 但是现在在国会呢 可以说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 他们对于这个推动气候变化 应对政策的出满热情 但是这个议题在国会遭到冷遇 对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在今年三月 有这么一个 就是这个民主党人很着急 他说这个怎么推不动这个议题 所以呢在三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弄了一个这个彻夜的轮流发言 其实不是辩论的 因为光是民主党人没法辩论 所以一个彻夜的发言 就想引起国会的关注 这些民主党人就说 他叫做说国会醒来吧 他们的口号 所以我们看看上次这个辩论的这个情景 还挺有意思的 气候变化是国会两党难以达成一致的话题 今年三月的从星期一晚上投票结束 到星期二早晨的会议开始前 二十多位民主党人轮流发言 讲述气候变化的真实性 和美国必须行动的必要性 有的美国媒体把这次辩论戏称为 参议院不免业 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兹说 气候变化是人类造成的真实存在 我们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但共和党人并不认同 并指责民主党人在作秀 唯一出席辩论的共和党议员 因祸夫讽刺民主党人一再重复说 气候变化的确存在 也许民众就会相信气候变化的存在 他还说 有意思的是 这场辩论是在我们经历了一段 异常寒冷的天气之后 中国的雾霾天气 也成了这次辩论的内容 民主党参议员伯克瑟说 美国不能像共和党人所说的那样 等待中国行动 他拿出一张中国雾霾笼罩的照片 这些人骑着自行车 周围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还戴着口罩 难道我们要等待中国 带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吗 伯克瑟参议员等人 最近发起了参议员 气候变化行动小组 小组成员组织了这次辩论 民主党参议员沙兹反驳说 因为天气冷就把气候变化 当作一个笑话 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 美国国会众议员民主党2009年 曾经通过了一项 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法案 但后来民主党人在选举中 失去了多数地位 国务卿克里担任参议员的时候 在2012年推出过一项气候法案 但未能成功 虽然民主党人 以这种少有的彻业讨论方式 展示了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 立场和决心 但是他们表示 在今年的中期选举年 不太可能把气候议案 拿到全体院会讨论 民主党人强调这次辩论 能够展现出相关法案面临的障碍 引起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参议员历史研究办公室说 这是参议员历史上 第36次彻业辩论 好 刚才我们介绍的是美国国会 今年三月份就全球气候变化 或者说温室效应所进行的辩论 我现在想请问一下方斌 我们知道 关于这个如何抗击全球气候变化 在美国国内呢 特别是在国会当中 也是阻力很大的 所以奥巴马总统他表示 在必要的情况下 他会通过行政手段 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一个全球的气候变化峰会 应该是各国元首来参加 但是中国 俄罗斯 还有印度的国家元首 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谈一谈纽约联合国代表 对这一事态的反应 我昨天采访了 一个太平洋小国 就是马绍尔群岛的外长 因为他在择知习近平和莫迪 不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以后 他是发表了一份措辞 非常尖锐的声明 表示震惊和感到非常失望 昨天我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 经济发展这么快的一个国家 他不仅自己制造污染 而且自己也深受污染的困扰 这么一个国家的领袖 不出席这个世界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大部分都来出席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 他觉得这种行为是他是没办法理解 所以也是提出了批评 而且他刚才小夏讲到很多 其实我也听到这些 就是对于对于这个气候变化 确实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刚才小夏说到的一个是 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大部分在第三世界国家 实际上是那个什么 但是英国的那个研究 又说明了大气层里面的 这个温室气力 这个排放量的98% 是有人类自己造成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确实是看法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 昨天的峰会 因为它不是一个 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下面的一个会议 所以它产生的这个 任何的东西 它都不具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力 所以这也可能是 有些国家的政要 其实昨天那个峰会 俄罗斯总统也没来 加拿大总理也没来 澳大利亚总理也没来 德国总理也没来 很多这个很重要的人都没来 好谢谢 接下来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问龚博士 那么我知道您的观点 是出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 那么从您的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对于全球暖化这个议题 就这样一个现象的 我们究竟应不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还是说从您讲的 这个完全是一个大的问题 地球天体它本身有它的规律呢 您怎么看 我们应该做什么 气候总是在变化 第一是那么变化 把恐龙的给消灭掉了 所以哪天变化 把人类消灭掉 我们说不清楚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 非常非常用 就非常正视这个污染问题 人类的污染问题 不是一个二氧化碳 我觉得是我们不太看得见的一个 我们如果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 在第三世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 比如白色垃圾 比如说这种流 这种污染 温室气体不仅仅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流是很厉害的 而且是这个中间很多 就确实是人类活动造成的 那么在有 我觉得人类有一些 你面对一些无可改变的事情 比如太阳黑子的时候 我们只能采取一种 就是说幽默的态度 但是对于我们很多 造成的切实的人类的痛苦 我们是要对付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有 环保的观念 这个是正确的 好 美国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现在我们结束 对第二个话题 联合国应战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 休息下等一会儿 我们将讨论第三个话题 埃波拉爆发对全球健康 带来的挑战 休息下 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转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无论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制裁 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 以目前看来 最多是差强主要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埃波拉疫情最近在西非国家迅速扩展开来 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 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昨天表示 如果不采取行动进行遏制 到九月底将有两万一千个病例出现 到明年一月可能有140万人感染这种疾病 毫无疑问 这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健康威胁 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利用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机会 来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对抗这一威胁 接下来讨论的话题是国际社会能否打赢对抗埃波拉的战争 好那么参加这一话题讨论的嘉宾呢 仍然是资深社会学专家龚小夏博士 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资深记者杨晨 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驻纽约记者方斌 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参加节目 同时呢我们的免费电话是400120551 400120551 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龚小夏博士 就是说这个埃波拉疫情的这规模和危险的 现在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具体来讲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简单的说一下 这是就是这个疫情已经出现 196几年最新发现的吧 它有点类似于有点像鼠疫 它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 不是空气传播 这是如果成为空气传播就是非常危险了 死亡率非常高 因为目前吧它统计数字很不全 死亡率大概是40%到70% 而且死的状况非常痛苦 而目前没有任何这个疫苗啊 或者能的可以预防 所以呢这一旦传播开来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中 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小夏我看过你写过两篇文章 你在文章当中谈到 从人类历史上来看 疾病它所造成的死亡 远远要超过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现在人们一谈到这个毁灭人类都是战争 实际上疾病它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而且你谈到现在全球化 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在自由的往来 到非洲去到南美洲 会把更多的病毒带到全球范围内来传播 请你谈一谈 对我就想谈这个是 如果我们就回顾一点历史啊 那么就13 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 让欧洲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这个病怎么传过 很多鼠疫和黑死病从亚洲传过去的 当时最早最最严重的一次爆发 是蒙古人攻打意大利的时候 把他们病死的尸体扔到那个热亚纳城内 这样造成了很多的传播 另外也有老鼠带着英国去等等等等 就这是这种人类历史上死于非命的人 90%都是疫病死的 而我们也知道1918年就一战之后 爆发的这次大的流感 曾经造成了2000万人的死亡 那还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时候 超过了一战本身造成1000多万人口的死亡 对 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当时还有很多是印度后来说 他们可能死了1500万 但是呢没有统计数字 中国的统计数字也没有 所以这种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在这么严重的疫情 就这种情况应该非常快的防患于未然 那么杨诚那么国际社会和美国呢 在这件事情上的防止上 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 我想谈谈从美国来说 其实这个抗击埃博拉病毒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就是美国在牵头 主要是美国在做 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其他国家 当然也派人员或者这个捐款 那么美国到现在为止 已经花了1亿多美元 派了3000人的部队到这个西非 还有就是在国会修会之前 增加了这个疾病防御中心的拨款 给他们增加了8800万 还有一部分的钱是来自就是 国防部剩余的款项 大概有10亿美元 就是说美国为这个项目 可能要花费10亿多美元 这个是其他的国家没有办法相比的 那美国要在利比里亚 建立17个治疗中心 每天要培训500个医疗人员 做很大量的工作 那么我们再看看 当然其他国家也在做了 像中国派了一个100多个人的 医疗小组到塞拉利昂 然后中国呢 大概捐了1000多万美元的这个捐款 那其他的国家也都在做这些 但是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至少从美国所花的钱吧 看来就说这确实是美国 甚至可以说 真是美国自己在做这件事 那国会呢也当然非常支持 所以在修会之前 批了这么多的款项 就用于这个治理 埃博拉病毒 还有一个就是美国有很多这种慈善的机构 像是上个星期 国会有一场听证 邀请了这个埃博拉病毒的幸存者 他叫肯特布兰特利医生 那么他呢是 我们还记得他当时被运回来的时候 就说 当时这个戒备森严 从那个飞机上把它就是运下来的时候 它包裹的紧紧 国内媒体做了很多的报道 然后给他用的就是一种试验性的药品 结果把它治好了 所以他到国会来作证的时候 我觉得我想和大家都一起来听一听 他是怎么说 就是他谈他这个经历 就是这段经历很简单 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月23号我开始感觉身体不适 三天后确认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我自己成为病人后 亲身体验了我治疗过的病人 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 我与家人被隔离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 虽然照顾我的人我都认识 可是我只能透过他们的佩戴的防护面罩 看到他们的眼睛 我经历了失去身体机能的羞辱 面临吐血的恐惧 因为吐血是内脏出血 终于可能让我失去生命的征兆 好 刚才是布兰德利医生 来介绍他自己感染了 埃博拉病情以后 他的身体的反应 他的非常痛苦的情况 看来埃博拉病情 只要各国努力的话 还是终究可以战胜的 特别是在研制疫苗 最新药物方面 他谈到 我觉得他在前面听证的时候 在谈到就说 这个疫情爆发以后 他说其实国际社会 当时没有给特多的关注 比如说在美国 是他和另外一个美国的传教士 他们俩都染了病以后 美国的媒体开始大量的报道 当然我们说 美国国内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可能这些政界的人士 或者国会 无暇去顾及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从他们俩回到美国以后 接受治疗以后 才这个似乎国际社会 给了很大的帮助 有些听证的 其他的一些专家就说 他们说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水 需要一些桶 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说国际社会 一定要行动起来的 好 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 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广东的钱先生 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广东的钱先生 你好 主持人和嘉宾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和嘉宾 还是中国的公民 将来一定的上风 然后也并不能说 我去投入多少成 能做到下 在医学上没有这样的 一个绝对的借鉴的 好像你们有 每个政府不化的 好 谢谢广东的钱先生 杨诚 刚才你介绍的是实际情况 你有偏见吗 没有 我觉得我要赞扬中国这个行动 因为中国其实 对不起 我是个数字说 中国应该是捐了大概三千多万美元 这比其他的很多国家都多 不是说比这个数字 但是是说 就是说每个国要做更多 我是说现在基本上是美国 这也是事实 就是说美国做的 比其他的国家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就是说美国还是要担当这个 叫做世界领导 在很多的议题上 大家都看美国怎么做 美国要牵这个头的话 其他的国家也应该紧跟着做 就是有多大的能力就出多大力 没有 我没有 绝对没有 您刚才就是一个 对数据的一个具体的 对 只是我告诉你 黄冰现在有话要讲 黄冰 请你谈一谈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 确实应该像这种 阿波拉病毒这种 应该采取更快的措施 为什么呢 因为在非洲 现在已经有了一百万的中国人 移居到非洲去了 在那做生意 在那赚钱 在那办企业 你即便是从自己国民的 这个健康的这个考虑来说的话 也应该要 这个采取更为紧迫 更快的这个步骤 来应对这种流行病 那么方便最后想问您 就是联合国大会呢 对伊波拉疫情这个事情 现在呢 取得了怎么样的 这个成效的讨论呢 我觉得联合国大会的 不过就是提供一个论坛而已 那这个论坛呢 就是给老巴马总统一个机会 向这个各国的政要呢 来呼吁他们能够 这个做出更大的承诺 给更多的资金来对抗 那联合国真正 要来这个对这个 埃博拉病毒的蔓延 进行这个斗争的呢 还是世界卫生组织 这世界卫生组织呢 一直呢 在监督这种疫情的 这种扩散的情况 和各个国家呢 进行具体的联系来对抗 所以呢 这个联大我想 只不过是一个表态的 这么一个论坛而已 可能他能唤起人们 对这个疫情的注意吧 那么最后呢 我想问问龚小夏博士 就是说 刚才我们也谈到 这个国际社会的合作 那么在疫情的 这个疫苗的研制 还有药物的 这个研制方面的 目前有哪一些进展呢 30秒 进展并不多 就是两位美国医生 被治好了 两位美国人被治好了 他们有时候 是有点机会性 后来一般西班牙人就死了 就是也是传教士在那 那么那目前来说呢 反正是对国际社会的 公开说法 还是说我们没有 可以对抗 他的疫苗和药物 所以这也是要引起 这个大家警惕的 因为他传播非常快 是 好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收看 另外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上 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 点击卫视留言板 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和Twitter账号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斜杠VOAIO 和Twitter.com 斜杠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 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讨论香港 正改前景艰难 和阿里巴巴 闯入华尔街 请在北京时间 晚上八点到十点 准时锁定 VOA卫视 我是宝申 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周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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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